當然 持續在球場上產生他的能量 但是目前在技術賽還沒有辦法穿球服來幫助球隊 有機會 盡了一分 而且回去的時候還甩了一下他的右肩 繞出來接近的是阿極 切到禁區 跑向籃框球紀念N1 NVP的熱門人選林俊基 已經掌握好的位置但沒有把球拿下來 換防守林俊豪對到了大B跳投在底線 這個掉了防守籃板付出的代價 好 球給到曼妮高在外線標進3分 曼妮高能夠投進很重要 好 包夾林俊豪在中線附近 球趕快給出來 阿敏再給曼妮高 在中距離曼妮高跑投Floating 2分 10比4 國王領先 周波城倒地要趕快爬起來 曼妮高在底線 減浩過來協防 楊錦平待一步之後推在3分線外的出手進 Lon Rebound Marble自己再拿到 切到禁區之後 Vigo背後傳球交給了麥卡洛 這球傳得很漂亮喔 陳正傑 3分線外 哇 這個外線是夢想家所需要的洲際飛彈 對 考驗國王隊在蘇豪不在的時候喔 能不能得分呢 新沃克的底線 BANG 賴技3分 哇 還是很穩定阿 兩百一中 12比15 馬寶來了 直接放進 哇 這就是路易斯手出來的問題阿 也來到場上 另外有蘇豪 蘇偉投進了底角3分 犯規在出手 麥卡洛 有一點情緒打進去 這回是一個N1 哇 其實他的左手走也是架得蠻開的喔 對這奧迪要位 喔 這個球給了有點驚險 奧迪中距離的拔起來 有 哇 前奧這個點還是被抓著打 嗯 沒辦法 身材優勢在奧迪手上 哇 今天國王隊防守 讓夢想家很難來發動他們的陣地戰 幾乎都只能變成單打 蘇士軒球再回給蘇豪 挖口在防守他 喔 蘇士軒在對的位置出現 蘇豪 又差點被包獎 阿基回到場下來守蘇偉 再回給奧迪的外線投進3分 奧迪今天狀況也要 團隊必須要放更多的協防專注力 在這個隊位上面 好 這個嗨秀之後 球給到了大B再進去用著手進 還是阿基的助攻 哇 走出來之後後面的輪轉 真的面對到滿大的考驗 對 豆漿離不開油條 阿基離不開大B 哇 那感覺大B應該是油條 開燕頭進了一個外線 還有30秒鐘 抽切結束 大B自己一個人帶到前場之後 交給了外圍 劍浩 射出了中繼飛彈 馬布爾 有機會來單打李凱彥 好 這是蘇豪過來的先方 馬布爾抓到第二波 結果被大B左手投進 然後另外現在場上放的陣容 除了大B之外 四個人都可以投外線 所以會降低林蘇豪協防的幫忙能力 好 蘇豪的外線 對國王來說很重要 哇 可以看到蘇豪這兩次的出手 國王隊這邊有稍微改變了打法 都不是他自己持球所創造的機會 他反而變成一個射手的概念 底線 星沃克也歡迎顏色 哇 同樣的位置 也許林蘇豪去協防太多了 因為星沃克也已經投進了兩季三燈 蘇豪來單打成正檢 他過去的進攻威脅性拿出來了 馬布爾 假動作之後交給大B 大B轉身球友拿穩就沒問題了 蘇豪再過來 第一線被對到中距離插板沒進 路易斯籃板一個put back 因為有外線的可能就蘇豪跟小胖 哇 跳得非常高麥卡洛 魯冠良這個防守位置佔得不錯 賢肯尼過人 平手了 這場比賽孟翔佳從0比落後之後的第一次的追平 現在他要來守住宿 換防 阿米 球交給路易斯 國城 國城 路易斯還是兇 東加加還是落後2分 麥卡洛 雙腳停球之後中距離再追平 所以說他這個賽季是國王殺手 馬布爾 大比賽在做掩護 有點時間壓力 再給新沃克中距離單手投進 轉一下運啊 阿米 最後一個翻身 兩分打下 再度超前了 馬布爾推到3分鐘完出手進 哇 真的用凱彥有一點難限制他啊 你看他 來看看路易斯 周柏晨在扛他 Head off給阿米 流進去的舒適圈 這是國王對 上一場習慣的得分方式啊 就是空手的動位啊 麥卡洛硬打 不講你的打法 馬布爾對方試圖包夾他 給到陳振傑 潛入之後這個腳步相當精采 大比 找反向的阿吉 3分先把防守球員 對 被阿吉投進 對 所以你 只要一枚秀出來 大比假動作就上去了 直接爆扣 所以真的需要一個這樣的球員 楊基敏 這個弧度拉得相當高 柏晨跟麥卡洛 兩個交叉走位之後 馬布爾帶到四處路角跳投的分 所以這我們上半場提過了 今天夢想家要避免的就是 他在第三節再度爆發 海燕的外線投進 哇 這才是國王對 對 奧度在這個場地的外線 好像 沒有他這個賽季 這麼高水準的命中率 馬布爾又一個跳投的機會 又把握住了 哇 已經換成林舒豪來手了 還是被投進 同樣失誤 產生在馬布爾手上 多打掃的機會 對 凱燕飛上去得分 然後讓國王對 命中率都已經夠低了 但可以靠著轉換攻擊 把這個分數要回來 是 對 十五呢 當兩邊的命中率都低的時候 有輕鬆的攻籃機會 這個一定要避免 那你高 哇 高進去 跳得相當高 我現在不擔心第四節 我擔心後面幾場比賽怎麼辦 因為都是打一休一 是 好 陳振傑在零度角跳投兩分 所以你看這個對位 曼妮公 地板球給凱燕 大逼是手出來了 快沒有時間了 凱燕的跳投進 Long two 凱燕要多分擔一些 陳振傑的三分線 彈兩下沒有 麥卡洛馬利巴拉 在林舒豪的頭頂上拿下籃板 這是他今年最大的改變 不只能持球進攻 他衝搶的意識非常的積極 蘇偉 因為他跟馬翔 給到曼妮高 必須要來嘗試投籃 三分投進 回到一分差了 海燕給低腳 曼妮高 外奧肯再把握 這兩顆三分很重要 但是這邊阿極來得相當快 球碰下來 狂進 蘇偉 小球 遞給路易士 這回有了 林蘇偉 單捷兩個重要的助攻 對 阿極要去加強他一對一的防守 不能讓蘇偉過得這麼容易 然後大逼去協防 路易士的空檔就出來了 哇 路易士跑到外面去之後呢 就是大逼的機會 嗯 哇 再回給Amigo 海燕 迷得減號前五放得早 阿極後面被操掉 這個Early Offense的機會 由林蘇豪輕鬆地LAY UP 哇 如果今天夢想加輸球的話 絕對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他們的失誤 阿極 阿極 個人身上的失誤也背得蠻多的 阿極 中距離的擦板油 剩4秒鐘 背框要來打奧地 林蘇豪的鞋防奏效 好 球地板砸給蘇豪 再來一個輕鬆的上籃 這一截已經兩次了 對 要去注意 麥卡洛的 林蘇豪的鞋防 那你剛拿到 這段時間國王隊有蠻多的快攻 麥林高得手 哇 很可惜馬布爾剛剛催犯的原因 然後趕快去做調整 林蘇豪還是要拿球 所以馬布爾的工作還沒有結束 現在換防之後沒有人手奧地啦 這換防是失敗的 比賽上場時間都非常多 而且是攻守兩端都要扛 還要幫忙抓籃板 都兩發一中 是在第一球沒進 分上去 現在那個領先的位置都不一樣了 第二球進 好 阿布爾 在林蘇豪的面前 出手 天啊 林蘇豪拉下籃板 哎呀 這個球傳給了周國城 哇 一個要命的食物之後 阿吉的給球 麥卡洛拿到但是球沒進 又要考驗他的罰球了 哇 比賽剩27秒 這個就沒得救了 對 麥林高被褒獎 球來到楊敬敏的手上 楊敬敏要掉球了 林俊綺跑出來 球還在界內 麥卡洛 要來單打林蘇豪 這有點勉強啊 沒有犯規 對 麥卡洛其實可以第一時間傳出來 阿吉也是有機會的 好 球傳出去之後的犯規 看裁判抓的是誰 應該是 Marvel 這也是 夢想家的隱憂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時間沒有機會 慢一點 等隊友過來再去攻 或者說喊短暫停都是OK的 但是他整個下半場 只靠罰球拿下4分而已 事實上他在罰球線上 有10次的出手機會 只拿了4分 還沒有提他在下半場其他 FILL GO出手的這個未命中 麥卡洛被包夾 給到行握客外線的投射 沒進 好 比賽時間到 所以連續兩場比賽 雙方的得分呢 都是防守大戰 最終國王隊是90比86 戰勝了夢想家 也在客場拿下了一勝 目前兩個系列賽打完 都是1比1平手 就可以進行的時候